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呆愣在原地 老婆 你的肚子 半隐秘的卡座包厢里 坐满了安雅岩部门的同事 我们公司的领导 看到我 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 老婆出差半年多 我当时因为不同意长时间异地 他出发前还跟我吵了一架 所以我没碰他 但这肚子看起来至少五个月了 也就是说 我的老婆出轨了 总经理纪文光咳嗽了两声 方经理 你的职位不够参加今天的庆功宴 这是为你老婆安雅岩开的 他这次给公司谈下了一笔大订单 安雅岩的一个手下想把我拉走 安姐这么有本事 方经理以后在公司肯定也是平不清云 今天你还是先回去吧 安姐可是咱们董事长看重的人才 就是 如果是我 我就当作没看见 这话落下 所有人哄堂大笑 我全身的血液猛地燃起 内心的愤怒跟疼痛交杂 男人的尊严在这瞬间淡然无存 为什么 我问安雅岩 但她根本不看我 还是纪文光站了起来 好了 我先把安总送回去 大家晚上敞开吃喝 全报公司的账 哇 老板万岁 安姐万岁 纪文光温柔地看着安雅岩 语气温和 刚刚不是还说飞机坐久了 腰疼 我们先回去休息一下 眼看纪文光扶着安雅岩的腰就要离开 我忍不住向前一步 想问问她这荒谬的一切 却被纪文光用力推开 别挡路 把我孩子摔了 你赔得起吗 我踉跄了一下 摔坐在地 看着我老婆依偎在别的男人怀中 扬长而去 她的孩子 我赔不起 我跟安雅岩婚姻七年 至今没有孩子 第一次怀孕 她在我怀里哭着说 子明 我们两个人都是孤儿 无车无房无存款 我不想我的孩子出生在出租房 第二次怀孕 车房存款都有了 我很高兴地抱着她 老婆 我们终于有孩子了 她却黑着脸用力把我推开 大吼道 方子明你是故意的对吗 你明知道公司现在在重点培养我 你做了什么手脚 让我在这个时候怀孕 我手忙脚乱地解释 老婆 你误会了 我没有动手脚 安雅岩更生气了 你是不是见不得我生枝比你快 想让我在家里带孩子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我告诉你 我不管你用什么心机法子 这孩子我都不会留 我苦苦爱求她 我说 老婆 我们一直避孕孩子还是来了 那就是这个孩子跟我们有缘分 而且我们现在也有条件能养好她 求你把她生下来好吗 可是 不管我怎么求 她都不肯 最终她不顾我的祈求 干脆地去做了手术 我知道后 很伤心 很想质问她 为什么要打掉我的孩子 但看她做完手术后憔悴的样子 还是忍不住没有责问 我们都是孤儿 我和她相依为命很多年 她高考成绩不理想 我便放弃了报考经大 陪她上普通本科 她说她公司更有发展前景 我便推掉了师兄抛来的橄榄枝 陪她打拼 做她的后盾 她事业心重 我就做好后勤 给她煮粥煲汤 调理身体 原来 她不想生孩子 只是不想生我的孩子 仅此而已 手机上不停闪烁着消息 一个对话框是孤儿院群里发的 at所有人 有社会人士到院中找寻孩子 以组织进行DNA比对 有新进展会联系相关人 请知悉 孤儿院几乎每月都会进行这种DNA比对 却从来没有我们的绅士消息 另一个对话框是公司群里发的 今晚庆功宴的照片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大部分都是季文光和我老婆安雅岩在一起的 有她低头在她耳边说话的 有他们俩一起站起来给大家敬酒的 更有她把安雅岩圈抱在怀里的 他们笑得很开心 比我更像NF7 眼睛突然很酸涩 心口痛得像裂开 一夜未睡 我等在客厅 脑子里面不停地在翻滚着我跟老婆的曾经 安雅岩这一夜未归 直到第二天一早 我双眼充斥着血丝 踩着虚浮的脚步来到了公司 还没走进部门 里面谈笑的声音就扑面来 昨晚庆功宴你们没去的人 真的太可惜了 我跟你们说 纪总跟安总两人都喝浇杯酒了 那眼神拉丝的 我一个男人看了 都起鸡皮疙瘩 天哪 那我们方经理真的是戴绿帽了 这是活王八呀 何止绿帽 你没看安总那个肚子 至少五个月 我天哪 方经理好可怜 可怜什么 说不定你方经理偷着乐呢 不然以他的工资 还买房买车 做梦啊 七好一半福啊 我冷着脸走进去 四周立刻变得鸦雀无声 我走到刚才说话那人身前 问他 七好一半福 给你 你要不要 他没出声 我在安雅岩的办公室没找到他 转身想走的时候 那人与其恶毒的开口 方经理这是要来找安总呢 安总肯定在纪总办公室啊 对啊 你有种就去找纪总 冲我们撒什么火 跟你老婆睡觉的人又不是我们 整个办公室 哄堂大笑 我深吸了几口气 尽量让自己冷静 本想往他身上踹的脚 狠狠地踢在了办公桌上 我坐电梯到顶层 还没靠近纪文光的办公室 他的秘书李林就把我拦了下来 他目光嘲讽 方经理这是有什么事吗 总经理正在处理要事 有事你跟我说就好了 让开 我捏紧拳头 那可不行 我不像方经理 方经理有安总给你兜底 我不一样 让你进去的话 我的饭碗可就不饱了 他哈哈大笑 我全身发抖 猛地砸向他的办公桌 一拳 大理事台面裂开了 在他惊恐的眼神中 我把他揪起来丢进了电梯 不想挨揍就滚 没了阻拦的人 我直接一脚踹开办公室门 不堪入耳的声音 瞬间传进我的耳朵 一对男女在长矛地毯上滚动 白花花的两条人影交叠 难舍难分 血液顿时冲上头顶 我怒吼一声 你们在做什么 两人迅速分开 纪文光暴怒 不是说了谁也不准进来吗 看到是我后 他反而冷静下来 却是满脸不爽 谁准你进来的 给我滚出去 我怒火中烧 快步向前 抡起拳头狠狠地砸了他两拳 纪文光被我打得一个亮呛 嘴角瞬间出血 他朝地上吐了一口 眼神阴冷地看着我 你他娘的竟然敢对老子动手 老子今天非得弄死你 他回头 顺手将边上的玻璃花瓶拿起 用力朝我甩来 我正准备躲开 安雅妍突然间叫着跑来 拖住了我的手 方自明你疯了吗 我的头被砸中 后退了两步 他却赶紧把纪文光拦在身后 喊 方自明你有病吧 一进来就打人 头上滴答滴答掉下来的血 模糊了我的视线 眼睛突然酸涩地厉害 安雅妍转头对纪文光情深意切地关心 文光你没事吧 疼不疼 头晕吗 几乎在一瞬间 浑身的血潮都退去 我整个被布满了冷汗 今天我本来就是想问问安雅妍到底为什么 但线下场景摆在我面前 我感觉浑身无力 已不想再多言 纪文光推开扶着他的安雅妍 对我喊叫 你死定了 你等着吧 老子要让你坐牢 让你这辈子痛苦地死在牢里 你报警 不报警是孙子 我竖起终止 我倒要看看 你那些股东们知道你搞大了别人老婆的肚子 会不会让我去坐牢 你 安雅妍拦住了纪文光的手 声音十分冷漠 方自明 你别闹了 我们离婚吧 我死死捏着拳头 声音止不住发颤 你为了她 要跟我离婚 你不知道她有老婆吗 安雅妍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啊 我把你当宝 你要去当三 安雅妍把手放在肚子上 很势不屑 有老婆又怎样 文光爱的人是我 我跟你已经没有感情了 这是纪家的第一个孩子 文光会和她老婆离婚 让我们名正言顺地进门 我忍不住笑了 浑身都有点虚脱 你相信她 她点点头 眼神坚定 我相信 好 离婚 我不知道是怎么说出这几个字的 但是喉咙沙哑难受 像是有千万把刀子在割我 等我走到电梯 李林才带着保安 姗姗来迟 一看到秘书带人上来 纪文光立马怒吼 你他妈死哪去了 老子他妈的差点就被这闹肿打死了 让她现在立刻滚出公司 你盯着她 公司里一条毛都不准她带走 我心如死灰 走出公司大门的时候 手上只拿了我自己的公文包 还有一张我跟安雅岩的合照 忘记是哪一年的了 她爱在我的肩头笑 我宠爱地忘着她 这张照片我很喜欢 一直放在办公台上 站住 你的包还没检查 里面有可能藏着公司机密 李林突然带着保安出现在我面前 保安拦住我 我咬紧牙关瞪着李林 他躲在两个保安身后 伸手夺走我的包 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扬到了地上 检查完了 你可以滚了 一个穷酸棍儿还敢跟我嚣张 我跟你说 得罪了纪总 你在江城待不下去的 自己没本事 给不了老婆好日子 还有脸怪别人 我呸 我从围观的人群中看到了安雅岩 我与她摇摇对视 她一脸欲言又止 是觉得对我不舍了吗 她犹豫了两秒 还是朝我走过来 伸手拿走我手中的照片 子明 这照片你留着不合适 我怕文光会不高兴 她拆开了相框 把那张我最喜欢的照片 随手撕开 一分为二 那一刻 我已经破碎的心 也跟着变成了喳喳 再也无法拼凑了 怎么离开的我忘记了 等我意识回笼的时候 是酒吧老板带着笑意的声音 哎呀 是你呀 今天咋就一个人呀 我记得你以前经常带女朋友来啊 你们感情那么好 现在应该孩子都几个了吧 我心中发苦 没有搭话 默默地喝着手上的酒 等一下 我怎么看你和我朋友淋雨有点像呢 老板一边小声惊呼着 一边拿起手机里的照片对比 你该不会就是林家最近疯狂在找的继承人吧 方子明 你是不是变态 居然还跟踪我到酒吧来了 我觉得我肯定是喝多了 不然怎么听到我老婆的声音 刚刚在我面前的不是酒吧的老板吗 那个叫苏晴的女生 我还记得 怎么变成了安雅颜 我抬头 安雅颜正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身后是纪文光跟她的秘书李林 你到底要干嘛 是你自己同意的离婚 你还跟踪我 你是不是有病 安总 这种人能干嘛呀 肯定是想要钱啊 不过钱嘛 我们纪总有的是 但是 他话风一转 冷笑着看着我 你也太不懂事了 想要钱就早说 兴许我们纪总一高兴还给你打赏两块 非得当了婊子 还想立碑方 给谁看呢 纪文光点起一根烟 语气非常不屑 说吧 要多少 我全身冒起了火 却下意识看向安雅颜 哪怕她只是跟我说一声对不起 也许我也可以释怀 不能再做夫妻 但是我们这么多年情分 至少可以好聚好散 却只看到她皱着眉 满脸不高兴 方自明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们和平分开不行吗 非得闹 还跟踪我 不行 你就去看一下精神科吧 我求你了 你放过我吧 我真的不爱你了 我现在心里只有文光 你跟她废话那么多干嘛 十万够不够 心彻底死了 我止不住冷笑 安雅颜 听到没有 你在她心目中就值十万 纪文光冷哼一声 我就说她要钱 行了 五十万够了吧 够你赚一辈子了 拿着这个钱做点小生意 不行 你再取一个 说完她跟李林哄笑起来 我全身血液沸腾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我啪了一下把酒杯给捏碎了 刚准备动手 就被一只手抓住了 是刚赶过来的酒吧老板苏秦 他冲我摇头 眼神示意之下 我看到了纪文光身后 站在阴影下的四五个大汉 纪文光 不要在我的地方闹事 纪文光还在那笑 怎么不动手啊 来呀 打我呀 今天你不是很厉害吗 随即又看向苏秦 这是我和他的事 你别管 我再强调一遍 这是我的地方 苏秦冷下脸来 苏秦是江城苏家的人 纪文光不敢砸他的场子 他有些不耐烦地掐了烟头 往我身上催了一口 行 这次就当给你苏秦的面子 下次我再碰到这孙子 一定要他吃不了兜着走 安雅言跟着他们一群人走了 我紧绷的弦刚放下 才察觉到手上有点痛 低头一看 手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玻璃割破了 流了整手的血 苏秦赶紧给我拿来的纱布包扎 大兄弟 这整的挺没意思的 他认出了安雅言 我笑了 一口喝掉了杯中的酒 又哭又笑 是啊 真没意思 你这伤有点重啊 要不我还是陪你去医院看看吧 第二天 苏秦执意要陪我去医院换药 却在门口遇上了来医院产检的安雅言 看到我的一瞬间 安雅言就发作了 方子明 我们还没离婚呢 你就带着这个女人成双入队 我还没死呢 我冷眼看着她像个疯子一样 破口大骂 骂了不够 还要来拉扯苏秦 你这个狐狸精 我就知道你不安好心 昨晚就在酒吧勾勾搭搭搭 够了 我吼她 安雅言 你这样有意思吗 安雅言一正 眼眶立马红了 想要哭出来 方子明 你居然为了一个狐狸精凶我 你有没有良心 一往看到她委屈的样子 我会立刻把她抱到怀里 她给我安的什么罪名我都能认 只要她开心 但现在 看着她不分清红皂白地冤枉别人 我心里居然只有愤怒 周边很多人在指指点点 现代陈世美呀 这边老婆怀着孕 她带着小三上医院 老婆那么大肚子 这么伤心 她连安慰一下都不肯 这种男人 还留着过年吗 这个怀孕的姐妹好可怜 一个人又是挂号 又是排队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 就算走到今天这步 我都不想当众让安雅言难堪 但这个事情 跟苏晴半毛钱关系没有 安雅言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 陪我去产检 我摇头冷笑 你是真的把我当作活乌龟了 你给我戴绿帽 怀别人的孩子 还要我带你去产检 你他妈是不是真以为你是镶金的 我离了你会死啊 你 你 你什么你 你还以为我应该像从前一样 你要什么给什么 围观群众哗声一片 有人已经拿起手机开始拍摄 我指着安雅言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离我远一点 我不打女人 但是如果你非要凑上来 我也不会再客气 说完我不再理会他 带着苏晴就走了 安雅言还在我们身后跺脚大喊 方自明 你不要后悔 怎么 你也觉得我很好笑是吗 坐在车上 我实在无法忽略 苏晴打亮我的眼神 对着他苦笑 我也觉得我这辈子像个笑话 苏晴一脸严肃的摇头 不 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 我就觉得 你和我一个故人很像 只不过他已经去世了 所以我今天跟你来医院 其实还有一件事 苏晴话还没说完 安雅言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要我下午准时到民政局 去办理离婚手续 因为他的孩子 必须名正言顺 当案上不能有我的名字 我在民政局门口 等了两个小时 安雅言才姗姗来迟 怀孕总是很困 忍不住睡了个午觉 看到我面无表情 他似乎很不高兴 你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你想让我跟你说什么 求你回到我身边 求你不要生别人的孩子 求你不要离开我 他哑口无言 嘴唇抖了半天 抖出来了一句 你真的变了 我无言以对 只想快点结束 嗯 办手续吧 签名完成 安雅言重重把笔摔在了桌子上 我拿着离婚证 想起过去种种 突然有点释然 希望你幸福 安雅言吃笑了一声 你放心 我肯定会幸福的 那个小破房子 我都懒得跟你抢 我很快会嫁入豪门 我的孩子会继承技家的产业 我会爱情财富两丰收 我笑而不语 起身走的时候 听到安雅言在打电话 老公 手续办好了 你不来接我吗 让司机来也行啊 喂 喂 我回头 他似乎怕被我发现 继闻光挂了他的电话 又接着说 孩子很乖 对 我也爱你 走过我身边时候 还轻蔑地瞪了我一眼 我不再想跟他有什么交集 故停在原地 让他先走 等待的时候 我突然接到了电话 电话那头 孤儿院的院长很激动 子明 找到你的家人了 我把你的地址电话给了他们 你们应该会很快见面的 收起手机后 我正愣了半天 觉得自己需要抽根烟冷静下 民政局门口 我还没来几点烟 就听到有人在喊 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救命救命 叫什么叫 你不是不愿意去 那我们就帮你呀 你想做小三 就聪明一些 偷偷膛膛把孩子生下来就完了 搞那么高调 去医院搞个产检 还拍那么多视频 生怕别人不知道 你怀了继闻光的孩子 打 给我打死这个不要脸的小三 我盯着看了一会 发现被围在中间打的 就是刚跟我办完离婚手续的安雅言 不知道被打了多久 他的下身已经开始流血 终究是一条人命 我丢了手上的烟 跑过去喊道 别打了 再打我就报警了 那群女人停了手 其中有一个不甘心 还踹了安雅言一脚 不懈道 乖乖听话 却把孩子打掉不就好了 安雅言趴在地上哭着喊疼 我问 要不要帮你报警 她看到是我 表情变得扭曲 面无血色 却还嘴硬 你别假惺惺了 你不就是想看我的笑话 现在看着我被打 你高兴了 你这么久不出来 不就是想看我被他们打吗 我真后悔 没有早点离开 你 你就是个伪君子 你 话还没说完 他晕了过去 我无话可说 拨打了救护车电话 救护车到达的时候 我转身离去 没有丝毫的留恋 等我回小区的时候 苏晴居然在这里等我 看到我 他把烟丢到脚底踩灭 我的猜想证实了 你就是 淋雨满世界找的那个弟弟 现在跟我去医院 林老爷子不行了 还能见他最后一面 我还没完全把 苏晴的话消化完 就跟着他到了医院 那个说是我名义上的爷爷 浑身插满了管子 躺在病床上 一见到我 他就忍不住落泪 只说了一声好 就闭上眼睛 断了气 医院的走廊中 我呆呆地看着苏晴 脑子里还没从 林家继承人这个词中 脱离出来 他拍了拍我的肩 我答应了你解淋雨 如果有天你回来 我会照顾你 别太担心 你离婚手续办好了 我喉咙干涩 点了点头 我没想到 我是有家的 也没想到 第一次见到我的家人 也是最后一次 苏晴陪我伴安爷爷的丧事 我浑身被不真实感包围 莫大的家业 就这样没有任何纷争 全部交到了我手里 他说 真羡慕你 林家只剩下你一个人了 说完 他有些不好意思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轻摇头 我明白 如果不是只剩下我 哪轮得到 我来接手呢 苏晴对我眨了眨眼 你应该高兴起来才是 怎么还闷闷不乐 要不 我带你去找点乐子 沉闷的心 敞开了一道口子 我点头 他把我带到了 以前的公司大楼 我不解的看着他 他笑 林家可是这公司的真正老板 你要向我学习 与其折磨自己 不如虐待别人 在公司前台 我们遇到了纪文光的秘书李林 他把我拦下来 今天吹的什么风 一个两个的都往我们公司来 当公司是垃圾收容站吗 说完 看我面无表情 他又指着指我 说你呢 垃圾 苏晴从我身后走出来 你说谁是垃圾呢 李林脸色微变 苏小姐 您怎么来了 我不能来 能 能 当然能 李林就像一条哈巴狗 您今天来是有事吗 今天也没召开股东会啊 你别管 我找你们纪总 纪总 他 他现在有事在忙 要不我通报一下 苏晴看都没看他一眼 带着我直接进了电梯 李林见阻拦无效 只能匆匆跟上 立在我们身后 像要恶心我一样 他在我耳边说 还以为你有什么本事 不过就是软饭硬吃 知道自己老婆不行了 又勾上了一个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 我觉得 刚才姚伟起怜的狗样子 比较合适你这张脸 你 他还没来得及说话 电梯门打开了 继文光的办公室门敞开着 从里面可以听得到 哀哀的哭声 文光 你怎么这么狠心 这么多天 我一个人躺在医院 你电话都不接我的 我为了你 家庭也不要了 什么都抛下了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哈哈 沈文光不屑道 安雅妍 你真的是最愚蠢的女人了 他捏着安雅妍的下巴 你跟了方自明那么多年 早就是一只破鞋 我也就是跟你玩了 你怎么就当真了 不 不 文光 你不能这样 我什么都没有了 孩子也没了 你不能这样对我 不对 你骗我 文光 你是真心想让我生孩子 我能看得出来 你看我肚子的眼神 跟之前方自明一模一样 你是想跟我生孩子的 啪 沈文光甩了安雅妍一巴掌 你还有脸说 如果不是你这个脑残 在医院闹 闹得视频传上网 被家里那个女人看见 孩子不就生下来了吗 那个母老虎 她不会生 还不准我生 我的孩子 是被你害死的 都是你自己犯贱 你还敢来 你给我滚 文光 求求你 不要抛弃我 我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医生说 我以后连孩子都怀不了了 你不心疼我吗 我为你放弃了所有 你真的是疯了 不过 我还真可以给你纸条活路 你找我 不如回去找方自明 他才是个活王八呀 我跟苏晴就在这个时候 走进了纪文光的办公室 苏晴脸上 带着趣味 纪总 忙着呢 纪文光 踢了安雅岩一脚 示意他滚出去 语气不太好 你来干嘛 林老爷子 不是去世了吗 我来给你引荐一下 他的孙子 也是现在林家 唯一的掌权人 纪文光整了整衣上 为什么不早说 林董来了吗 我下去迎接一下 话刚落 他看到了苏晴身后的我 脸色立刻阴沉 苏晴 你他妈是不是有大病 你把这个活王八带我这来干嘛 苏晴故作不解 活王八 谁呀 还能有谁 你后面这个 就是地上这个女人的老公 自己的老婆给他带绿帽 孩子都几个月 不是活王八是什么 哈哈哈哈 纪文光哈哈大笑 苏晴正色道 纪总 你在说什么 我后面这位 就是林家现在的掌权人 林老爷子的亲孙子 也是你们公司的大老板 你这 怎么说话的呀 纪文光的表情管理 瞬间崩塌 林 林董 没错 就是他 苏晴摊了摊手 上次你跟林董 在我的酒吧就要闹起来 现在可要好好解决 你们的误会才行 纪文光心里很清楚 苏晴不会拿这种事 来开玩笑 而且这几天 圈子也在流传 林家找回了 失落在外的孙子 可是 这个人怎么可能 会是方子明 那可是林家 纪家甚至连一根手指头 都比不上 误会 哈 没错 就是误会 林董 幸会 我无视纪文光 举在我身前的手 坐在了沙发上 而跟着我们上来的李林 此时如丧考笔 全身都在发抖 他好不容易爬到今天这个位置 公司工资又高 他上个月刚买了一套大平层 如果失去了这份工作 他供楼怎么办 小孩还上着贵族学校 失业 他大概率要去跳楼了 林董 安雅言像是看到了希望 他在公司上班这么长时间 怎么会不知道林家 不管我是怎么成了林家的孙子 抓住我就是了 于是他从地上朝我爬过来 子明 你是方子明 是我老公 他抱着我的腿哭 子明 他骗了我 他老婆打掉了我的孩子 你要帮我 我只有你了 你要帮我 我扯开了他的手 安雅言 我们已经离婚了 子明 你肯定还舍不得我 对不对 你以前那么爱我 心疼我 我离开你 是因为被他骗了 也是我们的日子太苦了 一眼就忘到了头 我很绝望 所以才被他诱惑的 现在你有钱了 我们可以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你想怎么样 我都听你的 你不要抛下我 安雅言 说实话 你现在让我觉得很恶心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的感觉 他还想纠缠 被我叫来保安 拖下了楼 我叫来人力资源总监 他很吃惊我的身份 不过也很快恢复如常 公司效益不好 我想结束掉 不 继闻光立刻就发出了抗议 林董 公司每年营收都在增长 今年更是拿下了国外的大订单 我摆了白手 这么点小业务 我不想花费太多心思 就结束掉吧 我看着人力总监 辛苦把公司在职人员都统计一下 给我一份名单 林家其他产业有合适的职位 可以酌情安排过去 至于那些被公司辞退的 全行业通报一下 他们品德缺失 这是我林家解雇的人 人力总监心里为那些人叫苦 品德缺失 被林家解雇 那整个行业 谁还敢用他们 不是 林董 真没必要为了那些恩怨 公司前景这么好 能帮你赚钱 为了那种女人 不值得是吗 继闻光在我旁边陪笑 压低声音说话 继家太复杂了 继闻光也不是大房的儿子 失去了公司 又被行业排斥 他绝对会被其他几房生吞了 这话倒也没错 他听到我的话 感觉看到了希望 我又笑了笑 但是我钱太多了 真的花不完 就当做买一个高兴吧 继闻光跟李林 纷纷跌坐在地上 走出公司大门的时候 苏晴问我 有没有开心一点 我点了点头 还真有一些 莫名其妙的爽感 但 我还来不及好好感受 就被飞奔过来的安雅岩 抱住了腰 老公 你不要抛下我好吗 我知道错了 其实我早就后悔了 但是我就是下 不去面子给你道歉 是继闻光骗我的 我跟他的第一次 是他对我用了药 其实我的心里爱你的人 一直都是你 但是后面 我就越走越远了 我回不来了 我把他的手 从身上掰开 都过去了 这些都不重要了 我们也不可能再回去了 呜呜呜 你别不要我好吗 老公 我只是犯了错而已 我会改的 我陪着你 过了这么多年苦日子 你怎么能说抛下 我就抛下呢 你如果不想跟我复婚 我可以为了爱 做你的小三 我真的爱你 我后悔了呀 你还在恨我对吗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恨也是爱 你还是爱我的 我按了按 秃秃腾的太阳穴 平静道 雅岩 我现在对你没有恨 也没有爱 我只想跟你做两个陌生人 遇到也不打招呼的那种 你放过我 也放过你自己好吗 说完后 我就拉着苏秦上了车 安雅岩跌坐在地上 大声痛哭 但这些都跟我没关系了 夏威夷温暖的海风 拂过耳边 带来几丝国内的消息 安雅岩最终选择了 一条极端的路 葬送了他自己 和季光远的未来 听到这个消息 我内心毫无波澜 只觉得像是观看了一部 与我无关的电视剧 看来 有些人永远也学不会 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苏秦感叹道 语气中带着一丝唏嘘 我轻轻放下手中的冰饮 转头看向一望无际的 蔚蓝海面 阳光洒在 波光灵灵的海面上 远处孩子们欢快的笑声 随风传来 这一切都显得如此美好 而宁静 你说的对 我深吸一口气 转头对苏秦露出一个轻松的笑容 是时候计划一下 意大利潜水的事情了 你说 我先去考个潜水证怎么样 人生苦短 与其纠结于过去 不如放眼未来 拥抱属于自己的精彩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